县长徐真伟率领了花莲县政府相关局处的首长 和熊师集团的董事长王文杰会晤 双方特别针对如何推动后疫情时期 花莲的国旅市场展开了深入的对谈 期盼能借由高端精品的旅游来提振花莲的观光产业 熊师有在6月8号 以宏威科技集团签订国内奖励旅游五天四月花冬之旅的合约 一起在8月27号到29号会有600名游客到台铁专列来花莲意游 现在徐真伟乐观其成 他也感谢企业用喜自己行动振兴花莲观光 期盼在政府以及民间的努力之下 共同复苏国内旅游市场 熊师集团董事长王文杰表示 熊师集团很荣幸与地方政府合作 花莲是个好山好水好休闲的地方 期盼能够透过高端精品或是休闲旅游 带动花莲的旅游市场 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并且未来将针对金流物流以及人流 以幸福更深入的讨论合作的细节 现在其中的表现是 冒火式花莲呈现出旅游的特色 并且希望来到花莲的旅客 能够进行深度旅游 充分认识花莲这片净土 花莲政府相当愿意与各个产业合作 并且期盼熊师集团能够整合各个产业 以县府共同推广花莲观光 将人潮带进花莲 花莲政府观光处表示 县府鼓励合法旅游业者到花莲游玩 从今年6月24号到11月15号 交流旅行社带团到花莲累计一定的人数 奖利近3万元达3000人奖利5万元 并且达到5000人以上给予奖利间7万元 补助经费申请完毕为止 针对游客活动期间 人住在花莲合法旅游上网登陆 就能够参加往花莲抽风铁的活动 有机会抽回轿车大奖 欢迎民众安逊旅游 享受旅游的优惠 记得继续华师傅导